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走进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我是记者陈小苑 台湾民间爱国统一力量历史悠久 如今的台湾劳动党主席吴龙元先生 作为这股力量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大学时代曾在岛内被捕入狱 甚至被判处死刑 在当前两岸关系复杂严峻的形势下 吴龙元先生接受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 和大家分享台湾人民的爱国统一运动历史 现状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你好吴主席 各位观众大家好 最近台湾新冠疫情也牵动大陆同胞的心 我们看到台湾劳动党 在台湾疫情爆发的第一时间发表声明 要求台当局尽快接受大陆援助 保障台湾民众生命健康 引起两岸民众以媒体关注 这份声明站在台湾劳动者的角度发声 很重要也很及时 可否请您介绍一下台湾劳动党的理念 台湾劳动党成立于1989年3月 是主张中国统一与社会主义的台湾劳心劳力者的政党 是工人农于民的代言人 是广大塑星阶级利益的维护者 基于社会主义的理念与理想指导 以及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 台湾劳动党认为 在台湾新殖民主义时代 台湾劳动人民要寻求解放 争取当家作主的权利 除了通过国家统一之外 没有别的办法 也只有在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之内 台湾的勤劳大众才能免于剥夺与压迫 台湾劳动党主张通过国家统一 推动完整台湾社会制度 促进台湾社会公平正义 同时强调当前台湾人民左翼运动 要服务于推动国家统一的全局 进而言之 通过推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让外部势力不仍再利用台湾问题 干涉阻扰中国发展 从而实现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个过程中 智慧主义是台湾劳动党始终不变的追求 但同时坚决支持在台湾实行一国两制 我们视其为台湾劳动解放运动的必经阶段 并会在这一阶段积极推动 台湾社会朝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 这两者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请问台湾劳动党都有哪些来源 或者说主要是由哪些人发起成立的 台湾劳动党主要是由三部分人发起成立的 一是长期在狱中坚持斗争的台湾戒严时期的老政治犯们 我们称为老同学 以日记时期的抗日斗士 向周和元许月旅 戒严时期被关押最久的 长达34年7个月的林书洋 1947年亲身参与228事件的成名中等为代表 第二部分是70年代台湾党外运动时期的知名杂志下潮 而80年代知名刊物人间所团结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 例如陈云珍 舒沁黎 汪立霞等人 第三部分是当时的一些公运领袖跟社运领袖 例如罗美文 他现在是劳动党新竹县的议员 还有严坤泉等人 这些推动成立台湾劳动党的人 他们的自身成长经历 也涵盖了台湾人民左翼运动的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20年代初 至1931年 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1945年至1950年代 参与大陆新民族主义革命 这样的第二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1988年之后 在国家统一跟左翼理念下推动两岸民族赛整合 把统一运动作为台湾劳工解放运动的历史性的环节 因此从思想脉络来看 台湾劳动党传承了1920年代以来 台湾人民左翼运动的历史 并且将因台湾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 被迫中断了近40年的台湾人民爱国统一运动的历史 接续起来继承和发扬的台湾人民 反帝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 谢谢吴主席 我们了解到台湾劳动党每年秋天 都与众多统派团体在台北市的 马场丁纪念公园 悼念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 牺牲的遇难者 马场丁是当年的刑场 刚才您还提到50年代后 长期在狱中坚持斗争的许多老同学 请谈谈您对这些人的看法 是的 谈到这一段历史悲剧 心情觉得是很沉重的 台湾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 牺牲者的大部分 是台湾本土的爱国进步人士 台湾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的 政治犯前辈们出狱后 在台湾戒严体制下 他们通过亲生会的方式 进行全老范围的联系 解研后 随即在1987年10月 在各县市成立台湾地区 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的婚会 合年3月 又推动成立了 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总会 推选全台湾坐牢时间最长的老政治犯林书阳担任总会会长 当时创会时就有会员超过上千人 他们彼此互称老同学 辛苦 接续起台湾人民左翼 反帝爱国运动的传统 这群老同学是台湾光复后 台湾领土主权 富贵祖国的亲历者 也是国共内战的见证人 他们对于所处历史阶段 时代意识 政治背景 社会矛盾 当然比一般的民众更为敏锐 老同学在解研后 推动成立了包括台湾劳动党等多个统派组织 听说吴主席您上世纪70年代曾被捕入狱 甚至被判处死刑 请问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是什么支撑您在出狱后 能坚持信念并维持奋斗 上世纪70年代初 当时的台湾青年学生 所接受的思想教育 还具有较强的中华民族认同 较具批判意识的台湾青年人 开始质疑国民党 国民党版的民族主义 早已形式化空洞化 反而是我们在台湾学到的孙中山所说的 民族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论述 成为我们当时质疑台湾当局的论述 同时也加深我们对眼前的现实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种对立感 稍具理想性的台湾青年学生对于当时的美欧日学生运动风潮 以及美国学生的反越战运动黑人平权运动等自然的产生出一种奇特的认同感跟连带感 此外当时台湾面对两大国际事件的冲击 一个是保调运动在海外的掀起 另一个是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 这两件大事像旋风一样挂进台湾 特别是岛内掀起了保调运动风潮 因为保调运动大部分都是在台湾的校园里面展开的 那也体现了台湾年轻人发自内心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 就这样从批斥反递到进而认同或回归祖国大陆 成为我个人的思想倾向 之后我开始边思考边投入实践 进行学生之间跟校际之间的串联 因为在大学时期与同学仇主成共大学共产党案而被捕 成一度被台湾当局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无期徒刑 再改判为有期徒刑 成为比较年轻的政治犯 坐了15年的牢 依照当时台湾对政治犯的对待 建议实习的叛乱者定宴后都被送完 我们所称的火烧岛绿岛来集中服刑 我在绿岛见到传闻中的政治犯 许多已服刑快20年 但他们并没有被打倒 仍然表现出淡定平稳的精神状态 和正常理性的生活态度 可以这么说 正是在绿岛监狱向老前辈们学习 我才昨天重新建立起系统性的爱国主义 和社会主义理念的认知 并用所学的这样的知识继续进行斗争 也正是我的前辈老同学们 对我研究深教的理想信念 成为我初一后 继续坚持从事爱国统一运动的精神动力 在台湾人民的爱国统一运动中 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代表性能力 很多老前辈都是值得我们缅怀跟敬佩的 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有几个比较代表性的人 像林书洋 陈明忠 陈英臻等已经逝去的前辈同志 他们也都为台湾劳动党的创立和发展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林书洋担任过台湾劳动党荣义主席 也可以说是终身的荣义主席 我在绿岛时期听林书洋说过 监狱是革命者进修的学校 要坚持原则保持斗争 至今言犹在尔 林书洋是爱国统一阵线的杰出领袖和理论家 提出和系统论述了同左运动的同左纲领 他出身是台南麻豆林家旺族 从小就从周遭的亲友间耳闻有关 当年台湾文化协会 台湾农民组合 台湾共产党等斗争事迹和人物 他在长达三十四年七个月的牢狱之灾后 能坚征不屈 积极推动同左运动 出预后 他勤于笔根撰写翻译大量文章 涉及两岸关系 台湾历史 马克思主义 国际形势等方面的问题 编译有林书洋文集试卷 而且他还组织编译了高达百余万事的台湾社会运动史 那个就是台湾总督府警他严格制第二篇领台后的自然状况 书中内容是日据时期爱国反帝的台湾人民左翼运动 各条战线的详实记录 林书洋经常向大家强调 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践观点 他几乎尽其所能亲自投入 我们所从事的各个运动的现场 林老当年也曾经说过 从现实的历史格局来看台湾问题 他提出有四个一 即一个祖国一个全局一个路线一个使命 他说这是历史与时代所客观决定的 具体来讲一个祖国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个全局就是台湾只是两岸关系全局的局部 局部要服从大局 一条路线就是说按中国的国群以示秦 中国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个使命就是我们在岛内的同志们 就是必须推动国家的完全统一 通过国家统一以完成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 这是继承自19世纪以来反地反封建 反殖民的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 林书洋事当天大陆和台湾媒体的报道 都肯定了他的修养以及坚持斗争的崇高品格 陈明忠是我们台湾劳动党的重要发起人之一 他在50年代和7年代两次遭国民党当局逮捕 坐牢共21年 也曾经被判处死刑 后来经过多方研究才得以改判 他为了两岸关于发展的大局 在2005年国民党请他去演讲 关于228事件的亲历记 他不仅不拒绝 更在现场建议当时的国民党主席连战 面对228事件 要反省和解决被据发生的历史根源 必须推动结束两岸敌对状态 缔结两岸和平协议 陈明忠不计前嫌展现了一位革命者的大气的风范 出役后与全卫同志们发起成立 包括台湾劳动党 中国统一联盟下朝联合会等统派组织 一生都在为台湾人民的进步事业 和祖国统一而坚持斗争 陈老对理路问题也勤于思考 在戒严时期他冒着危险 设法订购进步书籍 有值得看的文章 他都自愿的引印 然后推荐给所有愿意学习的老同学 他特别关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问题 和人类的社会主义前途 他著有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本书 还有他的口述传记 无悔从报上连载到出刊发表 广受好评 成为年轻人想要了解真实台湾史的参考书 该书在祖国大陆也有出版 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阅读 来了解台湾进步人士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 那陈应正是台湾劳动党的大力支持者 核推重者 他更是也重要的发起人 他不只是位著名的作家 他在1968年到1975年 也曾经因政治案件被捕入狱 入狱前已创作不少 具有思想前瞻性的小说 他在狱中同样经历了深刻的政治磨练 回到社会后 除了进行小说创作 更有计划性的 写了大量具有批判性的 关于台湾历史社会时局政论的分析文章 他1985年他主持创康的 文学与影像报告杂志 人间更是深刻影响了80年代解研前后的台湾社会运动 至今 人间仍然是两岸于东亚进步文化圈的实践典范 陈映真堪称是台湾统运 统左派最重要的一支笔 70年代以来 他与岛内台独派在思想战线上进行多次论争 每逢重要时刻都能见到他的文字 这些都录在他23卷 陈映真全局之中 当然陈映真也是一位革命的实践者 在台湾劳工的五一游行或反对 美国侵略战争保调等抗疫活动的现场 也都有他的身影 上述的场合 他积极参与 主办团体邀请他讲话 他便会积极演讲 鼓舞参加者 没有讲话机会之后 他便于大家一起扛着会期 成为一位频繁的参与者 乐在其中 他对台湾劳动者事务非常支持 也非常积极的投入 除了鼓励青年人参加劳动党发起的运动外 更亲自为劳动党撰写各种重要的文件 我还记得劳动党第五次党员代表大会 恰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 邀请他做政治经济情势报告 台下代表不少是台湾基层工会干部 他特别夹杂闽南语客语补充说明 深入浅出让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据媒体报道 目前岛内台独势力依然猖獗 您怎么看待台独势力在台湾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台独分裂势力或民进党的出现 有其历史根源 民进党是台湾本土资产阶级的代表 随着他们经济实力上升 不再满足有才无权的状态 其政治上的反共本能 与对西方政治体制的向往 逐渐形成分离主义 一中一台政治路线 随着岛内政权在两党之间的几次更替 如今台独势力已经在岛内做大 在充当反华工具的民主分裂道路上 越走越远 将两岸关系推向越来越危险的境地 因此台湾劳动党 针对岛内当前历史阶段的社会 政治经济情势 有一个基本判断 就是统独矛盾 是当前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 劳资阶级矛盾 是当前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 台湾劳动党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面对上世纪90年代的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低潮 和后来岛内政治社会生态的恶化 台湾劳动党处境十分艰难 然而对于统独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论断 随着情势发展至今 其客观性 科学性 并不随着岛内政党一时之轮替 而有所改变 甚至越来越深刻影响岛内政局发展 乃至大众日常生活 这是日益清楚的 台独势力历经两次执政 能不敢碰出大陆所划定的政治红线 台独势力明白逆潮流而行 必将付出代价 因此在民进党当局着力强化安全体制 来应对大陆触统的新形势 还建构所谓台湾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等新世纪版本的反共巨统政策 对外则是更加依靠美日来抗中 作为其严密策略 但是此次疫群 民进党防御私人所造成的各种 对人民的伤害 让台湾民众深刻认清 民进党为善的政客本质 对于民进党反人民反民族反科学的 这样的一种政客本质 从此更加小心地检视台独势力 和民进党的政策和执政手段 黄河九曲中必东流 两岸关系尽管取责发展 但大陆坚持合并统一 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 并与时俱进提出 两岸一家亲融合发展等对台政策 随着大陆的持续发展进步 终将使岛内民心出现积极性的转变 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住的 除了追求中国统一外 台湾劳动党为争取民众福祉做了很多努力 还强调在台湾争取劳工权益 请吴主席介绍台湾劳动党近30年来比较重要的社会运动成果 台湾劳动党作为代表岛内劳工阶级勤劳大众利益的政党 自创党开始就全力投入岛内的工人运动 反对帝国主义宰治与干涉运动 反途促动运动等相关议题 先后参与发起岛内当时大家关注的 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 反对劳动基准法改俄 反对劳保联金不当改革等劳工维权活动 以及参与推动我是中国人大游行 反军构大游行保卫钓鱼岛大游行 反对入联公投万人集会 反对美国发动的各种侵略战争等活动 去年台湾秋斗反对美国莱猪进口大游行等系列活动 台湾劳动长对工会运动的投入 获得了岛内工运界的肯定 2000年岛内成立的产业总工会 号称解研之后 台湾工会运动的首次总集结 在成立大会上颁发工运贡献奖 给工运干部和知识分子 台湾工运界推荐了五位候选人 其中台湾劳动党系的党员就占了三位 目前台湾劳动党坚持与岛内各工会劳工团体 共同推动每年五一劳动节活动 在新竹台中高雄北中南等地 也各有劳工服务的经常性服务站 此外我们坚持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相结合 投入地方选举也是台湾劳动党近十多年来的一项工作 就希望通过参与取得台湾地区民意代表席次 为民活舍不断扩大影响 争取服务民众的有利条件 目前台湾劳动党在新竹县有两席县议员 算是在不利环境下的艰辛实践取得的成果 2009年台湾民间数十个认同九二共识的民间团体 合组两岸和平发展论坛 以社会运动形式致力于两岸和平发展 您是召集人之一 2008年至2016年间 两岸关系迎来大交流大合作时期 但民进党上台后 两岸关系又开始恶化 请问台湾劳动党怎么看待目前的两岸关系 是的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 据不承认九二共识 这是因为民进党有所谓的台独党纲 不断挑战破坏一个中国的法理原则和历史事实 使得两岸关系再次陷入僵局 加上中美间处于高度建政态势 美国完任台湾牌 民进党当局更加露骨的进行配合 于是使得两岸情势更加严峻与复杂化 可以说这是二战后新殖民地形的巨统宝台 分离建国运动 与部分外国势力相勾结的日渐深化 最近台湾深陷疫情之苦 老百姓急需疫苗等物资 但民进党当局拒绝大陆援助 仍然延续辅救的冷战时期 反共妖魔化大陆的立场 如此也使台独势力内涵的反人民反民族性格 暴露在世人眼前 但本党还是希望 民进党当局清楚地回到九二共事的立场和态度 毕竟海峡两岸都是血脉相连 命运与共的同胞 中国人同属一个中国 应该共同为民众谋福祉 为社会谋和平发展 不要再设置两岸交流的障碍 特别是抗击新冠疫情属于人与自然的斗争 涉及紧急的大规模生命救助 更是人类文明价值的体现 而台湾地区的防疫抗疫过程 让岛内不少知识分子 再次见识了民进党 长期用民主面具违装的进步 对于2008年之后 两岸以九二共事所构筑的政治基础 开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 台湾劳动党是大力欢迎和支持的 两岸合则两立是客观现实 近年台湾对大陆粗糙 每年约千亿美元 两岸早已形成紧密依存的经贸关系 更是需要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环境来维护 目前在台湾潜跌型经济中固然有些不错的产业 但基本上是代工性质且市场都在外 在高度竞争下有可能招不保系 只有通过两岸合并发展 台湾可以与大陆经济的发展 如一带一路的倡议等合作对接 如此不仅可以依托大陆广大的市场腹地 还能通过大陆走向世界市场 与此同时 两岸间经济双向往来 也才能够促进两岸的交流 这个过程既会为导工带来利益 也会为和平统一创造有利的条件 显而易见 两岸间解除对抗增加交流 是时下的急务 而民族的再整合 国家的再统一 是最终解除台湾当权 政治困局和带动经济活力的主要途径 一国两制将是必经的阶段 只有在一个强大的祖国之内 台湾的勤劳大众 才能免于剥夺与压迫 我们也将积极思考 一国两制下的台湾劳工地位问题 持续推动台湾社会公平正义 基于上述立场 台湾劳动党两岸合并发展论坛 对于两岸 ECFA的协议 以及福贸协议 等都认为有利于台湾 也有利于两岸 都表示支持的态度 好的 感谢您的回答 最后一个问题 您认为台湾劳动党 在台湾爱国统一运动中 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您对台湾劳动党今后发展有何期许 台湾劳动党认为 从历史的视野来看 在完成祖国统一的伟大竞争中 不能没有台湾劳工阶级的投入和角色 特别要看到 随着岛内社会矛盾的发展 台独劳力也开始积极争取 台湾劳工群众 并且因其掌握的资源优势和文宣工具 急剧欺骗性和煽动性 因此台湾社会更需要像劳动等的声音 来为台湾劳动人民的真实想法和切身福祉奔种 面对台湾社会金权政治下 长期以来的分配不公和治理失能 台湾劳动党坚信 台独就是害台湾 只有统一才能救台湾 也只有统一才能让台湾劳动人民彻底翻身 人间正道是沧桑 从台湾社会发展的需要 结合国家统一的历史任务 台湾劳动党认为 台湾训面对三大时代课题 一是推动历史观的变革 回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清理批判内战时观 殖民时观 以及分离时观 导正台湾历史的集体认识 二是站在争取台湾广大劳动人民权益的立场 推动分配正义的变革 依托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将所创造的和平红利 为台湾社会改革 提供有利条件 三是推动台湾青年世代祖国意识的集体觉醒 批驳所谓台湾民族主义的论述 让台湾青年世代明确自身的国足认同 认识到民族复兴的时代精神 把个人发展融入到民族复兴的大道之中 我们希望能够在岛内充当黑暗中的灯塔 这也是对台湾社会最大的正义和最大的善 这就是我们台湾劳动党的自我期许 好的 非常感谢吴主席接受我们的采访 各位观众 本期的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